橫掃千军 江泰公钓鱼 更普通的打法都是叫 江砍洞 而且打起来的时候 我们拍的电影 为了拍电影 我们就会打很漂亮 点滴这种东西 转下来 这样子 这个步法动法就很要紧 还有一种叫刀法 刀的砍法大家 砍啊 挑啊 躺啊 馒头啊 裹花 这个叫雪包 很多年前就用了 这次大了一点 因为我要给你们看 要这么抓 把这个抓住 你一定要会怎么挤 这样子把它挤出来 抓着是看不见的 他一刹的时候 这个手一摆 对着镜头 这样子就死在地下 当然 如果不对镜头的话 就是这样 他搞得强 See See That's between low-class stuntman and high-class stuntman See what I'm doing right here But that's too violent Sorry about that 能够准确地把人造血 喷到镜头上 难怪成龙得意地说 他是一流特技人 这是太学兴了 在成龙的作品之中 很少看到 雪花四肩的暴力镜头 设计以寡敌重 复杂而紧错的动作场面 才是他的首本 在以前来讲呢 在以前来讲呢 很多人 不管位置你多少来讲 一打的时候 只有两个人在打 那这两个人在打之后呢 后面那三个五行也好 十个五行也好 他们会在后面动来 动去动来 等到我把这个 打跑了 另外这个上来 就打另外这个 另外那两个就在动 我把这个也打跑了之后 另外这个上来 把这个打跑之后 另外这个上来 砰 这是一个不合理的东西 在这段成龙早期 演出的电影片段之中 正如他所说 武打演员都在后面 做样式 显得很不自然 对 就我身为一个武士指导也好 一个导演也好 很怕十个人 或者四个人一起在打 传统的武打场面设计 没有充分利用镜头 和剪接技巧 在成龙的动作设计之中 完全改变了这个弱点 起码第一个镜头 四个一起打 之后再把它们分下来 之后我们换了机器角度之后 情愿看不到的 把它们拨住 不要在后面 这样子走来走去 一拳一脚 起码是同时的 你看 他这样踢我 起码他踢我 我踢他 他在上 我躲这个 我已经在这边了嘛 对不对 我情愿把这三个 毙掉 就两个人 那观众起码看不见 一个人在后面打 好 一拳之后 这个上了 这种就是利用镜头 还有利用 观众那个 那个 相信我是在打四个人 是不动的在打 成龙设计的动作场面 全面的运用镜头调度 配合他参与后期剪接 造出令人喘不过气的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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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